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要來開箱ASUS TOR華雲的AS6604T 這台的價格大概是18800 詳細的規格我就列在這邊給大家看 影片結尾也會有AS66系列的選購建議 我們來看到型號 千位數代表的是高低階 那以這台AS6來說 6已經算高階了 因為它最高也只有到7而已 而且因為這台是新出的 其實有些功能、規格 它是比高階的還要再更好 那百位數則是推出的先後順序 所以像6就會是比5還要新 AS6508T一樣是6也是高階 但是它是5 所以它是比AS66還要早推出的 而且它的規格反而還是比較高階的 它是8倍、10倍的 然後還有Tanky網路的 倍數也比較多 後面的兩個位數 或許你已經觀察到它的規律了 這兩個位數就是它有硬碟有幾倍的空間 所以像AS6604T這一台 它就是4倍的硬碟插槽 那後面的英文後墜T 代表的是桌上型的塔式機箱 那這一次尋找這台NAS的主要目的 就是當作第二台NAS來做備份 用過各家的NAS當然都會覺得說 每個廠商有不同的強項 那我覺得華雲比較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NAS CP值算蠻高的 然後穩定性也是比較好的 雖然功能或許不會這麼多 但是如果作為第二台NAS來做第三第四的備份 就可以讓我省很多心 可以少很多折騰 而且華雲的性價比真的是相對高的 風扇也蠻安靜的 這就是我平常在使用上覺得很棒的地方 前一陣子他們發布了Locker Store 主打專為創作者設計的這個系列 其中還是有高低階之分 例如說我這次開箱使用的AS6604T 它和6602T都是比較低階的 它只有兩個2.5G的網路 比較高階的8倍AS6508T 還有10倍的AS6510T 除了兩個2.5G的網路 還有兩個Tenki的網路 哇這個規格真的是非常棒 當然價格也是有差異 像是AS6508T 單機的價格就要3萬5了 AS6604T 再加上硬碟的錢 搞不好都不太見得會超過3萬5 好啦那反正如果無上限的話 我肯定是覺得AS6510T是最好 但是荷包有限嘛 那理性評估後就覺得 4倍2.5G 應該是目前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 那我們還是選擇這一台了 而差不多價位的4倍機種 之所以沒有選像 華原之前推出的電競系列AS5304T 其實這兩台AS6604T跟AS6503T的規格 還蠻相近的 那價格也很近才差2000塊 但是AS6604T的外觀比較符合我的審美 而且它還帶有螢幕的顯示 所以在操作上會比較直覺一點點 此外呢 CPU也是有略強的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它有兩個PCIe可以擴充MW SSD 2000塊假設你一條算1000的話 我覺得也蠻合理的 因為對我來講這個東西真的會用得到 而且SSD的速度真的會快不少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有用 很划算的 所以我還是選擇6604T 這台NAS之後安排它主要的工作 就是做Time Machine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做冷儲存 用MyArchive來執行 因為我覺得最近讓我很不爽的 就是Google的G Suite 之前呢 G Suite漲價20% 我也是吞的 最近又收到通知說以後沒有無線方案 這個真的讓我覺得很智障 好啦 我就是被養套殺了 沒辦法 本來建立在Google的工作流程 我覺得就要砍掉很大一部分在雲端參與的比例 那至少讓素材原檔可以在本地端再多一個備份 或許以後會用得到 那以目前的素材還有專案檔的特性呢 這些檔案和素材在我們用了超過一年之後 使用的機會就沒有那麼高 然後基本上也不會有複寫的需求 大不了就是偶爾拿出來讀取而已 所以這樣的需求就很適合用AsoStore的NAS 因為他們有一個獨家的功能 而且真的是其他NAS沒有在主推的 就是MyArchive 以這一台AS6604T為例 它目前有4倍的硬碟插槽 那它最多可以做到N-1個 也就是它可以做到三個來做MyArchive 我目前預估安排其中兩顆硬碟插槽 是拿來做機內的儲存池 然後搭配M.2 SSD做快取 然後再設成BTRFS 這樣就可以有Snapshot 也就是快照的功能 如果有錯改檔案的時候 還有機會回到第10版本 類似像Time Machine那種感覺 那剩下的兩個硬碟插槽 就是拿來做MyArchive的功能 把一些從桌機退下來的硬碟 或是退下來的NAS Hard Disk 拿來做儲存 這樣就可以大幅降低冷儲存的成本 所以看來目前 之後可能比較缺的 應該是大台一點的防潮箱 留兩個插槽來做MyArchive的原因是 這樣之後如果我要淘汰 舊的MyArchive的硬碟 我就可以直接用對考的方式 把舊的扣到新的 我就不用把舊的MyArchive裡面的資料 扣到NAS 然後再扣到新的MyArchive的硬碟裡面 這樣我就可以省去很多很多時間了 至少省去一半了嘛 而且從去年2019年開始 ADM3.3 ADM就是華雲的作業系統 叫做ADM 然後從3.3這個版本開始支援了BTRFS 那像BTRFS這種File System 它就比較適合儲存大量的資料 而且也有支援SnapShot的功能 BTRFS這個檔案系統 在Windows和Mac內建都是沒有的 所以在一般消費級的電腦上 如果你要建立外接硬碟或是DAS來做BTRFS 是可以啦但是很麻煩 然後就沒有什麼便利性跟通用性可言 反之呢BTRFS在NAS 還有Linux是比較有的功能 所以這也是比較多人選擇NAS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方面考量就是我身邊有幾個朋友 他們手上也有用華雲的NAS 那假設不信 哪天我的NAS掛掉了 然後買Archive裡面又有急需使用的資料 我就可以跟朋友借一下NAS 或是我自己買一台NAS回來 就可以把資料撈出來用了 平常如果有大量傳輸資料需求的時候 朋友他們也可以在華雲的基礎上面建立買Archive 然後把它的硬碟存好以後 直接把硬碟給我 我在我的Asus Store的NAS上面也是可以開起來的 這台NAS的另外一個用途就是拿來做Time Machine Time Machine是蘋果MacOS的備份生態 它本身也具備了版本控制的功能 所以非常方便 那版本控制雖然也不是每天都會用得到 可能一個月可能就用個幾次而已 但是當你突然要用的時候 真的就是會很感激 好險它有這個功能 可以方便非常多 而且蘋果開發的應用程式 像說文書軟體 Keynote這些 或是其他蘋果開發的比較大型的應用程式 也能跟時光機很好的搭配 所以這次就打算把AS6604T的一部分 把它設為Time Machine的機種 那Time Machine也不要說它的優缺點 我們就講它的特性好了 它的特性就是第一次備份會跑很久 其實大部分備份也都是這樣 這樣的情況其實後面備份就比較無感了 那我的經驗呢 是這個傳輸介面的快慢 它並不會講迪你第一次等待它備份的痛苦 因為它只有在前幾分鐘速度會跑很快 不管你用什麼傳輸介面 它到後來都會跑很慢 大概就掉到幾十Mega或是十幾Mega 甚至各位說的Mega而已 這就是非常慢了 Time Machine建好之後其實就很方便了 除了前面講的版本控制的功能 因為它也沒有額外的打包壓縮 它保留了原始電腦的資料夾的層級跟架構 所以當你有急需使用的時候 直接點進NAS然後找到資料夾 就可以直接用你記憶中的那個熟悉的資料夾的結構跟排法 去把檔案拿出來了 所以即便如果你不是用Mac操作 你用Windows的電腦連到NAS裡面也可以提取這些檔案 另一個選擇AS6604T的原因呢 該說它是優點嗎 應該說是別人的缺點 因為AS65系列雖然比較高階比較貴 但是它就沒有給HDMI 我覺得沒有這個真的是很不方便 因為如果你公司有很多電腦的話 是不是手上偶爾總是會多一兩台推下來的舊螢幕嗎 那這種舊螢幕放著也沒人用 就拿來免費插在NAS上面當監視器 操作上就比較直覺比較好用啊 那我覺得NAS真的是需要HDMI的 所以我便宜的AS6604T具備了HDMI的功能 是比較符合我的習慣 除了像我接螢幕當作監視器 如果是一般家庭要接電視當作是劇院也是OK的 因為它的規格HDMI2.0A支援4K60Hz 符合現在4K HDR電視的看電影需求 4K如果在NAS上面有支援硬體解碼 對於機器的負荷就不會這麼大 那像這一台的NAS 它採用的CPU是Intel Serum J4125 有支援4K VP9的硬體解碼 那這是一顆四核心四直行序的處理器 基礎時脈2.0GHz可以增加到2.7GHz 日常使用需求上基本上都可以應付了啦 那目前使用率大概也都還沒超過一半了 記憶體是Sodim DDR4 2400MHz 出場是一條4GB 目前對我來說也是綽綽有餘啊 如果你的使用需求更高 還可以再加一條4G到8GB 選擇AS6604T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它可以安裝MW2 SSD 像這台機器呢 它有兩個MW2 2280的空間可以安裝 但實際上它是透過PCIe轉接卡轉接出來的 轉接出一個正反面的MW2擴充卡 在拆開機殼後就可以安裝 操作過程很簡單 我們就不額外的展示給大家看了 不過目前SSD它僅支援作為Cache來使用 它不能作為獨立的儲存空間 我覺得這個非常可惜 但是這個快取也是有限制的 它有一個1%系統記憶體的限制 像這邊講的 每1GB的SSD快取 需要使用大約512KB的系統記憶體 一個硬碟群屬的SSD快取 最多可以使用1%的系統記憶體 這台NAS的記憶體目前是4GB 那最多可以讓你使用到512MB 那512MB再換算回去就可以知道 我最多只能把SSD的1TB空間 拿來當作是SSD的快取啊 總之我覺得目前不能組獨立的Volume 真的是有點小扣分 但是作為第二倍機的NAS 網路也只有2.5G SSD作為快取來用其實也很夠的 不會是這個硬體的瓶頸 但硬體上既然已經有SSD了 其實只要以後華雲願意讓 ADM的軟體有開放這個功能 把MW SSD作為獨立儲存池 理論上應該也不是難事啊 那如果真的開放的話 我覺得2000塊買SSD這個價差 真的是非常划算啊 這邊做個查播 我其實在影片差不多快製作完的時候 看到華雲的ADM有一個新的更新 然後這個更新就是可以把MW SSD作為獨立儲存池的 這個真的是太棒啦 沒想到我真的猜對了 這2000塊真的是花的超級無敵值得 但是如果要我現在改的稿子我大概也不願意了 所以等我之後用更長一段時間 然後把MW SSD作為獨立儲存池的速度 再測試出來給大家看 接著看到速度測試的部分 目前是用MacBook Pro 然後透過華雲原廠的轉接器ASU2.5G 這是一顆USB-C轉2.5G的網路接口 然後用隨附的CAT51網路線連接到S6604T 然後裡面現在是一顆4TB的C結的NAS的HARD DISK 寫入速度大概是190MB 讀取速度大概在150MB 然後在經過一般操作之後 把這顆硬碟跟SSD拿來做搭配SSD當作是快取 這樣的測速可以達到寫入190MB 其實差不多 但是讀取速度就增加很多了 大概在200-250MB之間 理論上來說 如果有SSD作為快取了 這個傳輸速度還可以得更快 那目前看來就主要是卡在2.5G的網路上 那我覺得4倍的NAS應該還是有TENGY的網路 應該會比較好啦 尤其是有SSD的機種 那因為本來也想說 先不用管這個SSD的擴充卡 如果拔掉換成TENGY的網路卡 不知道可不可行 然後我就手上拿了ST10G這張TENGY的擴充卡 也是滑勻的 然後測試了一下 即便我拆掉了它的擋板 擴充卡的PCB還是會卡到機殼的指甲 有的會干涉到 而且如果真的要這樣插的話 背板大概也要去挖一個網路的孔 大小的孔才辦法插網路線 最後就是軟體有沒有支援 我也不知道 所以最後就不要這樣亂搞好了 在MWSSD擴充卡旁邊 也可以看到很大的顯示空間 我覺得這是各位常私房前很好的地方 基本上是1000元的大超 放個十幾萬、二十萬應該也沒有問題 甚至搞不好被減放扣壓NAS的時候也不會被發現 這個空間在其他機種主要是放Flex ATX的電源 我比較喜歡內置電源的設計 但是AS6604T選擇的外置電源的設計 給他們潛在的客戶提供了一個避風感 隨附了一顆12V的7.5A90W外置電源供應器 在配件中還可以找到一個小線扣 可以將線固定在機背上 除了減少拉扯到線造成意外關機 底線上也會比較方便整齊 算是設計上的很棒的貼心 講到電源AS6604T 原廠相容性列表中剛好有支援我手上這台 APCBR15G UPS 這台是一個在線式的UPS 具有不斷電汗濾波的功能 目前UPS的主控是連接到電腦端 所以AS6604T接在上面 它就是接在收控端的插座 之後有機會再看看華人的NAS 要怎麼跟APC的UPS來做連接 在相容性列表上面是有的 所以我想應該是可以正常使用 IS6604T的正面也有LCD的顯示面板 可以看到IP位置 而且這個跑碼燈還可以自定義文字 但是我覺得生硬的科技產品中 少數可以凸顯自己特色的地方 還蠻有趣的 iPhone部分總共有三個USB 3.2 Gen1 5G 前面一個支援一鍵備份的外接設備 後面有兩個 但是排列非常靠近 建議大家可以買個USB Hub會好用很多 沒有支援USB-C和USB 3.2 Gen2 10G 我認為也是蠻可惜的 但作為滿足一般工作室入門的需求 或是進階家裡的家庭劇院 我覺得這個也算夠了啦 IS6604T 內建兩個2.5G的網路孔 機器也隨附兩條CAT51的網路線 是可以直接支援的 2.5G的網路是華雲近年主打的規格 從去年的電競機軸 AS5202T和AS5304T 都有主打這樣的規格 雖然我個人覺得沒有上10G都會比較無感 但是對於做Time Machine 然後作為第二台NAS的背機 用滿Archive這些功能來講 我覺得是很足夠的了 而且對大多數人來說 1G提升到2.5G 其實是2.5倍的提升也是很可觀的 當然要用2.5G 你也要有其他設備的支援 像是現在Intel比較高階平台的主機板 就已經內建2.5G的網路口 相信未來進一步都會下放到中低階平台 所以現在買2.5G就當作是未來投資 也是非常不錯的 我目前的生態是10G的網路為主 因此它也是直接可以支援2.5G的 所以在使用上沒有額外的障礙或是成本 那對一般人來說如果你是第一次用超過1G 網路速度的使用者 你手上應該是沒有2.5G的轉接器 但是現在很多同路你買AS6604T 它都會送你2.5G的轉接器 就是前面講的這顆ASU2.5G 這顆單買的話大概是1000塊有找 所以如果你有更多需求的話 也可以再多買幾顆 那它是用Realtek的方案 它是USB-C轉2.5G網路 那如果是舊電腦沒有USB-C 就買個USB-A轉USB-C的轉接頭 給舊電腦一顆大概100塊左右而已 AS6604T整體的做工我也很滿意 首先外觀就是一種很Pro很務實的感覺 那正面的塑膠件質感不俗 表面有一點消光的感覺 也不容易沾指紋 比較容易沾指紋的反而是LCD的螢幕 它是鏡面的 那如果你跟我有類似的困擾 可以參考我的做法就是找霧面保護貼回來 自己剪自己貼就好了啦 那機殼整體都是金屬的相當紮實堅固 三面都是鋁殼 從後方卸下三顆螺絲就可以打開裡面 看到裡面可以加SSD 側邊可以加RAM 那記憶體兩條都是收定的可以拆卸 一條是靠外側是比較好架裝 它目前就是空下來讓你自己架裝的 那另外一條就是在主機板的另外一側 要拆就要把整個主機板都拆下來才有辦法 就比較麻煩 底部的腳墊有帶一點彈性 所以放在桌上的時候摩擦力是非常大的 不容易去推動它就非常非常穩 機器華為原廠保護三年 選購建議來說 大家要同時考量自己需要的硬碟容量和價格 AS6602T單機價格是12800 AS6604T單機價格是18800 食慣來說呢 就是AS6604T就是多了兩倍 然後多6000塊 那如果你是一般家庭使用 買兩倍的就已經很足夠了 兩顆硬碟就已經可以放很多東西了 那如果你是個人工作室 SOHO 或是比較進階的家庭使用者 建議買AS6604T會比較好 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要買Archive的話 我會建議用4倍的會比較合適 那整體來說呢 2.5G它是真的是未來的趨勢 而且呢 AS660系列它就是有兩個2.5G 你可以一個直連電腦 另外一個連AP分享器都剛剛好 而且內建兩個M.2 SSD 也是其他品牌中比較少見的規格 那如果你還有更重的傳輸需求 需要更多的倍數 然後你的預算也充盈 那就建議上到8倍10倍的AS6系列 那會更棒 那如果你想要看其他 哪些NAS的開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